攝影創作者李莉雅 我们与海的距离各展 以摄影技术搭配手工书方式 将影像结合影音灯光与碎瓦片 创造出记忆碎片 记忆之书等四种形式 期盼届时唤醒童年在北海岸下辽海滩的记忆 也省思我们与海的距离 此时起就在好地下艺术空间展出 一直到7月6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摄影创作者李莉雅 我们与海的距离各展 集合摄影和多元媒材 引领观众探索儿时 他与海的记忆 并省思我们与海的距离 日前在好地下一处空间展出 运用了摄影和复合媒材 包含时间的皱褶 消失的影像 记忆碎片 记忆之书 运用四种形式汇集整理记忆的线索 展览的主题是我们与海的距离 因为我把海淫于为 就是淫于童年 那为什么会把海淫于童年 是因为我童年小时候是 住在北海岸 就离海边非常近 所以跟海边有一些 很直接跟亲密的一种关系 然后在我2008年的时候 在北海岸办了一个叫返乡展 然后回到那的时候 我经过了这个海边 因为我10岁就离开了这个故乡 然后一直直到我2018年才意识到 我才回到那个地方 就发现这地方不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吗 所以我就开始在用这种方式去 去跑就是找到了我记忆中的海滩 然后再借由这个海边去换回我 过去我以为我已经遗忘 或者是消失的一些童年回忆 位于北海岸的夏寮海滩 有着李莉雅二十成长的记忆 从2018年开始记录整理 以摄影技术搭配手工书方式 将影像结合影音灯光与碎瓦片 仿佛带领观众一起拼凑建构 对海洋的童年记忆 这次的创作如果要谈 我开始在做这个童年跟海之间的关系 应该就是从2018年 我就是之前的那个展览之后 开始去做记录 一直到一直到前 到到今年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直持续的 所有的影像都在北海岸拍的 然后但这边有一个声音档的录像 然后有一张是在花莲的北冰公园 然后一张就在北海岸 我们与海的距离各展 在好地下一处空间 即日起展出至7月6日 每周五六日一 中午12点至晚上8点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方言华联师报导